《 新生》 其實《 新生》這部角色 這部戲有難處在哪裏 哪一場比較感人 比較難忘 有難處理的 難處理的就是什麼呢 難處理的反而就是感情 為什麼呢 我人比較感性 我時時都會被戲裏面的東西感動了自己 但是新生裏面的這部戲不需要那麼感性 其實很多時候我在處境裏面 我自己都會留下來 但是我們不需要這樣 導演叫你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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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用這樣 不用這樣 跟小朋友合不合得來 比如說亡年之交 跟小朋友 其實你現實生活 跟小朋友可不可以當朋友那樣相處 多不多呢 其實我自己跟小朋友就不懂相處 真的很好 但是新生這個阿智真的挺好的 他比較大一點 他不是很小的 現在幾歲 阿智已經十歲了 哦 拍他已經十歲了 已經大了 已經大了 開頭就是拍攝的時候他很害羞 很害羞 很害羞 我都很害怕 又不敢說話又躲起來 趕緊要跟他一起玩 即是主動跟他一起玩 很溝通 是的 溝通 那感覺越來越好 但是為了這部戲好像是刻意減肥的嗎 我其實很想 其實我是拍完這部戲才減肥 你可能因為去做過敵晚 在拍的期間就真的減不到 為什麼呢 你是很想減肥的 我很想減肥的 但當時還未找到一個很好的方法 怎樣可以減肥 然後拍完之後 我才教了我一個方法 哇 原來很快就可以減肥的 什麼方法呢 他是一個美國的專家 說出來的 人要有十六個小時 不要吃東西 你可以在八小時 是的 你可以在八小時 現在這個方法 我自己開工都沒有按照這個方法 但是在我沒有開工的時候 我自己的方法是可以 是可以 開頭不是減了多少去做嗎 因為你是病患者 開頭應該慢慢慢慢瘦 我當時我希望可以減到五磅 這麼少? 五磅 都已經是差一點了 就是這樣 是的 但是減不到 很多人現在看到我 我說我 好像瘦了 其實你知不知道 那個磅數只有三磅 是嗎?這麼少嗎? 只有三磅 譬如拍完這部電影 你說自己也在播七十 會不會放慢腳步 做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現在已經在做 所有一切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去做 很放縱 很放縱 例如呢 好像現在喜歡跑步 我現在重新學唱歌 我開始玩遊戲 以前都不是 這些事情都是 打機 自己覺得是輕鬆 然後就喜歡拍 喜歡好的角色 自己都做 不要再根根計較於金錢 或者什麼 以前不是會 以前不是會 而是好像 為什麼沒有錢 為什麼要做義工 但是現在會覺得 不是啊 已經挺好的 如果人家找你拍攝 人家真的沒有預算 現在已經這麼艱難了 如果你有預算 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的 就幫一下 付他一把 其實都是因為這樣 幫這個新人 演出這部電影 會 會的 我有這樣的想法 當然 是的 以前會不會都計較一些 角色 或者氣氛 對 但是現在開始 我自己有一點感悟 真的 我有一點感悟 覺得 人 到了我們這一刻 不要太計較 真的 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就會好一點 真的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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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